-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直播的音訊跟視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網站會直播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我們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我們今天要跟他談這個議題 其實如果很關心我們節目常看我們節目的朋友的話 應該會知道我們其實對於所謂香港議題其實做了蠻多級的討論 特別是在這一次的香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選舉 香港區議會的選舉之前呢 其實我們也做了這個陳雲中的專訪 那時候剛好也是戰衆運動大概一年的時候 我們在當時也提到了這次區議會的選舉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發展喔 那最主要就是在香港的這個雨傘運動之後呢 第一次的這個所謂的全港的選舉 所以特別引發了一些逐步 而這一次的選舉結果恐怕對香港的這個政治 未必會有馬上很大的結果 可是他其實有一些很重要的象徵意義喔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香港獨立媒體的編輯劉軒 來跟我們一起來談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Betty 你好 你好 老師 你好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香港區議員的選舉是一個什麼樣類型的選舉 這個區議員在整個香港的政治體制上面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 區議員選舉其實就是整個香港分成18個地區 然後每個地區有一個區議會 區議會裡面再分成很小的選區 大概一個選區的人口大概只有1萬到2萬人左右 這是一個很小的區議 然後每一個選區會選出一個議員 其實區議會的權利有什麼作用呢 在香港的政治架構裡面 其實他並沒有發訂的權利 他只是一個諮詢的主機 基本上就是只能夠就一些地區的事物 向政府提供意見 就像是說這是居民選出來的一個代表 然後他就會在區議會裡面代表他們 說是沒有法定的權利 可是他其實是有很多的 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像是比如說他可以控制一些政府的資源 如何去用 一些來自政府的博款 在地區的博款如何去用 像是在2013年的時候 特首就決定給十八區每一個區一一港幣 做一個叫做社區重點項目 就給每一個區一一元 就是讓區議會決定做什麼 有一些區就可能會做一些地標啊 或者是做一些福利的工作 那區議會是有權利決定這些錢怎麼用的 他們會投票的決定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不像在一般我們覺得像國會啊 立法會或者像台灣的這個地方議會 他事實上有去審預算的權利 那像立法會他們可能會有所謂 制定法律的權利 這個部分在香港區域他是沒有的 對嗎 沒有沒有權利去改變 只能是提供意見 所以他其實比較像是一個諮詢的一種角色 對對對 然後在今年 最近幾年其實政府會動員 區議會做一些政治的表態 因為其實香港18個區議會 都是監製派主導的 都是監製政府的一些政治人物 政黨去主導的 然後政府就會動員 區議會去支持一些政府的議題 比如說今年的政改方案 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那每一個區議會就 監製派就提出一個議案 就說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 然後因為在監製派主導 區議會的情況下 那這次議案一定會被通過的 那政府就用這些方法去製造民意 說是18區都支持政府的立場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剛剛講的一個政改方案 如果區議會大部分都不通過的話 其實香港政府特首這邊還是可以自己去執行嗎 他其實也可以完全不用理會區議會的 這個反應同意與否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是嗎 嗯對對對 嗯所以他其實對從你剛剛的角度來講 他實際上有兩個很重要角色 第一個就是幫這個所謂的特首 或香港政府來進行倍數 那第二個他其實是可以做所謂的資源的分配 你剛剛談到在 在幾年前的這個所謂的社區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上面 他有一億的港幣 事實上一億港幣 其實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某種程度上面有點像 在台灣的某種所謂的 在議員的配合款 然後讓他們可以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這也是一種融落地方士生 地方民意代表的這樣的一種做法嗎 對對對 是的 嗯嗯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權益 沒有太大的權利 那為什麼今年的這個區議會的選舉 還是有這麼多的 在雨傘運動之後的年輕人 或者是一些草根組織的 這些青年或者這些運動者行動者 他們還要再投入這一場的選舉當中 我們看起來他並沒有太大的 實質的權利不是嗎 因為 嗯 說是沒有權利 可是剛剛說的 他也是 就是在資源的分配上 還有一些政治表態的地方上 區議員在區域裡面也是可以跟 對居民也是有影響力的 因為其實這次選舉是一次很 宣傳不同的政治裡面很有效的一個渠道 你在这个社区里面可以增加你的曝光率 虽然说区会没有法定的真正可以影响政策的权利 可是它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以决定一些资源的分配 所以在这次的选举结果又是怎么样了 这次的结果其实整体上建制派还是主导 其实建制派跟反民主派的势力的分布 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改变 可是这次最特别的就是不少的散兵胜出了选举 总共大概有9个人 参选时有很多散兵 然后大概有9个人胜出了这场选举 而且这一次选举的投票率是最高的 比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的那一次区会选举也更高 这次的投票率有47% 为什么这次投票率会特别的高 我们看到在香港的很多的报章上面 包括香港独立媒体有报道 其实是建制派载了很多的这些阿公阿嬷这些长辈 他们其实直接把这车子开到这个投票所去投票 这是不是建制派也有很强的动员 对这些情况其实在过去的选举也会出现 他们会动员一些阿公阿嬷 用很多的方法去动员人去投票给建制派 可是这次投票率高的很多人说很大的影响就是 其实是来自于宇山运动 很多年轻人或者是甚至是其他不同年龄阶层的人 就在宇山运动以后有一些政治的矫情 就觉得自己投票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在过去香港年轻人投票的情况并不好吗 年轻人登记做选民的比率的确不是那么高 那在宇山运动后是有一些人有发动登记做选民的运动 就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其他不同 中年人什么人都去登记做选民 那的确是有很多年轻人是参与了宇山运动以后 就是更加的投入在政治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香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跟过去的一些选举商链 那也许我们待会可以再来谈这些所谓的伞兵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比较有趣 或者是一些比较刚刚特别谈到理念型的 这些所谓的参选者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有一个还蛮有趣的状况 例如说这些所谓的泛民的这些朋友 基本上来讲其实他虽然还是维持了大致上过去的态势 可是有一些指标性的人物他其实是没有选上 例如说何俊仁曾经来参与这个特首选举的何俊仁 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 在这个民主派里面非常指标性的人物 他居然会中箭下马 一个人原因是现在群众的确有一部分是对政党不信任 对尤其是民主党群众对他们是比较怀疑的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这些指标性的人物就是政治明星 其实他们都是在这次选举有被针对 像是你刚刚说的何俊仁 他光是他那一区就是有六个候选人 那有很强的建制派的对手 也有也被本土派的候选人给追击 然后是很影响他的得票的 我们说就是香港叫做接票 就是有一些跟他立场上进的人一起来参选 然后变上就会分薄了他的票源 可是这也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我们知道在台湾他通常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就会出现所谓的气宝效益嘛 大家就会去选那些可能比较容易当选的人 或者是在还没有投票之前 这些比较不容易的当选人 他通常会被所谓的乡人为党 大家应该要乡人为台湾等等 或是乡人为民主的这种说法 他可能整个就会整合在一起 可是在香港似乎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对吗 你说那些候选人他们合作吗 对是合作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他其实就干脆反正 这些也不太容易选的上了 我们就去支持那个比较容易选上的核军人嘛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 没有啊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来分绑你的票员 像是另外一个立法会议员 就是冯建基 他那一区就是他对一个建制派的对手 然后有一个他以前的党友来参选 然后就他的大家都说他是受了共产党的钱 来分绑他的票员 那他没可能合作啊 他是有目的而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就是一些比较新兴的这些 刚刚你谈到所谓的本土派 例如像可能像热血公民这样一种 比较香港本土主义的这些人 为什么对于所谓的民主派 有这么大的这种所谓的攻击 甚至你刚刚提到说 其实都是要帮他把他拉下 可是大家可能清楚的知道 共同的敌人 或是共同要去拉下马的这些人 应该是这个所谓的建制派这些人 但他其实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那这代表了一个什么 香港特别的一种所谓的政治的状况吗 你说是一些本土派基金派的代表的一种 这次热血公民有 我没有记错的话有六个人参选 然后他们参选都是去民主党 有参选的选区 他们的就是说要 不是全部 应该是有六个选区里面 有四个是民主党的选区 然后他们是说 就是摆明要去追击民主党的 那一个原因就是 在2012年的政改的时候 民主党跟中联办 就是跟中方有密室的谈判 所以大家都说是民主党出卖了香港人的民主 他们就是那些对民主党的不满 其实一直到现在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而且就是在雨上运动里面 激进派跟一些 就是说是和平理性的 那种抗争的方式的人 其实已经分裂了 对所以就在这次选举就出现 也有一些激进派的人去参选 除了热血共鸣以外 对就他们也是获得一定的支持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感觉是对于所谓的民主派的这些不满 想要取而以待之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可能是 这些人可能 我不晓得当然是没有证实 是由中共所谓的支持的 然后要去分裂民主派的 这样的一种发展 那这其实都是一个在香港非常特殊的 一种所谓的政治的情况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就要来跟他谈 在这次香港雨伞运动之后 其实有非常多的散兵来跳下来 这个参与选举 那也看到很多的 这些所谓的保育人士 传统社会运动者呢 其实也投入了这一场的选举当中 这样的一个投入选举 它又代表了什么样意义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长 今天在节目跟我们一起聊天 的是香港独立媒体的编辑 刘轩 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谈香港 在这一次区域员选举的 这个后来的整个发展的趋势 刘轩你好 你好老师 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你特别提到说 在这一次的区域员选举里面 你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所谓的散兵 散兵就是在这个香港雨伞运动 在投入到这个区域员选举的 这一批人叫做散兵 那另外一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长期关注社会运动 环保运动的一些香港的社运团体 也有一些部分的人投入到选举当中 各位告诉我们 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么多的散兵投入选举 大概有多少散兵投入到这场选举 参选的话 我现在没有一个确实的数字 可是至少会有几十人 然后最后当选的有九个人 对选上的 因为其实所谓的散兵也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媒体给他们的标签 他们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数字 所以这群人就是散兵 就是有一些人也不喜欢自己被叫做散兵 所以主要一个是媒体给他们的标签 就大概有几十人 然后九个人当选 这样子 他们所谓的散兵就是他们参与过雨伤运动 然后是没有政党联系 没有政党背景的一些素人 其实当选的九个人里面 有一些人是来自一些散兵的组织 他们是在 因为在雨伤运动的时候 就是说要重返社区 不能只在占领区里面 做一些民主的理念 要走进社区里面 然后有一些人就成立了一些 再回到自己住的社区 就成立了一些主题 开始去接触一些居民 对这样 然后他们在这次选举也有参选 所以散兵是有一些是 比较有主题的 有一些也是个人的 可能在提名期最后一天才报名 这些散兵的选举的模式 选举的方法跟传统的 不管是建制派或者是泛民的 这些原来的候选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们知道像香港的区域员的选举 其实非常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关系 这个能济网络 可是这些散兵有这些社会关系 跟能济网络吗 那他们如果没有的话 又怎么去突破在这个选举的 这种既有的这种选举的模式 所造成的种种的限制呢 大乔老师可以再讲一次吗 刚刚听不太了 OK好 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的散兵投入 那这个散兵投入的选举 有什么样的特色 他们选举的方式 跟其他的 不管是建制派也好 或是泛民有什么不同 我们知道香港的区域员选举 它常常是一个社会网络 人际关系的投票的选择 那散兵好像也没有这些社会网络 或是人际关系 那他又是如何投入到选举 他怎么去突破这些既有的限制呢 其实他们的选举的方式 跟传统的 不论是建制派 或是是民主派的选举的方式 没有很大的差别 大家的印象就会说 散兵参与雨伞运动应该比较会谈政治理念 会讲民主 这个应该是他们主打的议题 可是现实上并没有 他们在社区里面其实很多都被谈政治 我们都说散兵在去选里面都授起了雨伞 他们都只会说 主要是说一些福利 社区的建设等等 在他们的政杠里面 很少会出现一些跟民主有关的事情 因为其实在香港的序议会选举里面 大家的印象中的选民都是很保守的 都会觉得要做一些福利 比较现实的工作 不能只谈一些理念 大家都会觉得这样就变成 选民会觉得太离地 对跟这个社区的需要离得太远 所以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对社区选举的印象在里面 所以其实大部分散兵他们都不会讲民主 在选举的过程中 然后他们其实的做法就跟其他人一样 就是每天早上跟网上在街上 跟居民打招呼啊 然后写一些传单 就说他们觉得这个社区应该要怎样的 他们会争取什么 就用知识方式去接触居民 其实是没有 那个选举的模式上面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其实 不过这也可能是必须要回归到 一个选举的现实上面 所以它毕竟是一个社区型的选举 所以你刚刚谈到所谓的比较大的 这个所谓的民主啊 或是普选的这些概念 恐怕也很难做一个社区选举 社区型选举的一个主軸对吗 大家都觉得是 可是有趣的是 有某一些选区 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候选人 他是会讲比较多民主的 然后他也损上了 可是这是很 可能是很特殊的例子 也需要一些时间去再去了解 所以其实你说地区的选举 不能谈民主这个 也不一定 除了散兵之外 我们其实也看到在香港 有另外一批的这种 长期关注社会运动 或者是关系基层 甚至所谓的主张 这个所谓的环保理念的 这些这个候选人投入到选举 例如说我想很多人相对比较熟悉 也上过我们节目的朱凯迪 那他也投入到这个八项的选举 那我们记得我们在上次去香港 官选的时候也看到有六个 这个所谓的参选者 事实上他们共同打的是一种 所谓的绿人的这个角色 就是他们都是一群环保人士 然后他们去主张了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有关于环境的问题 然后也会谈到在这个环保背后的 这种所谓的政治跟经济的问题 这几个人这些主张的 环保大级拿着这样的主张的 这个候选人 他们的选举结果又是什么 他们六个人都输掉了 是吗 就全部没有一个人选上 没有一个人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主张太离地了吗 其实我觉得他们六个人的情况 都不太一样 你说是朱凯迪的话 就是他的选区是在新界的小圈 那那个地方其实是 几乎是不可能选上的 如果你不是那些相识派的势力的话 那这个是他的情况 然后另外看到的其他人 像是有一个林子晴 对他们就是 他们是很素人 然后他其实去那个社区 也是很短的时间 所以这个跟居民的有距离 也是一个问题 对所以其实是每个选区都很不一样 的情况都很特殊 然后对手也不一样 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 就是说他们的环保的政杠是太离地 我觉得也不一定 对 那不过如果我们拿朱凯迪来说 他事实上也在这个区域 也参选过两次 对吗 对 那他的得票跟过去有什么不同吗 他的得票多了很多 上一次选举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只有200多票 200多票 对200多票 然后这一次他有一千多票 嗯 对是多了很多 对所以他大概五六倍 七八倍的这样一个数字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不是说 这个长期真的去投入到一个地区的耕耘 那还是有可能打破 你刚刚谈到这些所谓的乡视派 这些传统的这些所谓的地区的士绅 或者是这些地区的这种所谓的 人际关系社会网络 还是有机会的呢 嗯 对 我觉得是的 嗯 那这个是不是也反映出 我不知道像朱凯蒂这样的人在香港多吗 就是愿意投入到社区 然后甚至在那边居住 然后生活 然后也提出很多 跟当地有关的一些政策的这些社会运动者 在香港多吗 社会运动者你说不是政党背景的人 嗯 对 嗯 其实不多 因为你没有政党资源的支持的话 其实你一个人在一个社区 投入那么多的时间 其实是不容易的 嗯 嗯 所以是真的不多 可是现在那些闪兵的组织 有一些没有损上的 他们也说 这算损不上也会技术在 在去里面做工作 那他们现在是有这样说 那还也是要再看 嗯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如果真的是要去做所谓区域的这种选举 其实是蛮重要 即使不是要投入选举 有一个社会运动转型成为社区运动 恐怕也是香港的整个社会运动团体 另外一个可能的思考的方式 在台湾例如说在921大地震之后 或者是让爸爸风灾 这种所谓大型灾难之后 其实有很多传统的社会运动者 他们是进入到社区 然后在做社区所谓的社区营造等等 那我记得在香港的 我们在前几个月曾经访过陈允中 就是他们也发起了这个所谓社区公民规章 那也希望进入到这个社区 我不晓得当时去签这些所谓社区公民规章的这些人 他们的选举投票的结果又是怎么样 他们有三个人选上了 当中两个人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然后一个就是老师上次有看到的杨雪莹 对他们三个人选上了 那这些人的特质或者是这些人的政策上面 跟其他的这种刚刚谈到闪兵 又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们签诸的那个月章就是承诺要 从居民的城市去建立那个民主的平台 那他们在他们的政杆里面是有主张这件事情 那比如说刚刚说的杨雪莹 他其实在参选的过程中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在他的选区里面一个议题就是没有空间给一些宠物去活动 那他是怎么去打这个议题呢 就是他先跟居民做一些调查 就了解他们的需要 然后就知道了居民的 他们想要一个宠物的空间 然后就再跟居民一起商讨这个公园 这个空间的设计应该怎样啊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啊 那个预算要应该有多少啊 这些整个设计的方案都是跟居民一起讨论的 那这是一个 对就是他在参选的过程 就已经在尝试这个所谓的社区民主平台的如何运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发展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对之下可能会比一些 这种所谓的传统的政治人物 或者新兴的一些政治人物 这种做法相对之下是更接地的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次的区域员 香港区域员选举 虽然没有所谓的大的翻盘 那基本上来讲还是维系的一种 所谓的传统的政治结构 可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小小的改变 我不知道从香港独立媒体 或从Betty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结果 它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次的选举结果是 我觉得这次的结果是很令人意外的 散兵取得了不少的议席 然后在十八区里面 其实其中两个区 沙田跟深水铺的区议会 其实民主派是只差一席 就可以过半数 就可以组到那个区议会 其实就只差一点点 那的确是很令人鼓舞的 然后可是在这些议会里面 就算是民主派是很多 就是他们如何合作 也是一个也要观察的一件事情 然后刚刚也有谈到是那些政党 传统政党 民主派政党的一些政治明星 也这次的选举的成绩 也落马了 对对也不太好 那在一方面他们落马了 一方面那些散兵的势力 就是影响力开始增大 然后这个在香港的政治的 那个势力的光谱 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的 一个观察的点 特别我们知道 在表面上面看到 这个雨伞运动 似乎没有达到原本预期 所主张的各项的成果 可是你隔了这个几个月之后 在这个所谓的区议员选举当中 我们却看到类似的这样的 刚刚讨论的种种的变化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希望我们能持续的观察了解 关心香港的整个政治跟社会的发展 今天非常谢谢刘萱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我们机会能够有更多 跟香港独立媒体 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连线 来去了解彼此台湾跟香港的一些发展 谢谢刘萱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